第三代已经把第二代又在第二代最终上大幅度地改变了 第一个我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扶球和支撑的作用 所以这就可以在深水区就可以工作了 我们当时在想的是建筑于船的原理 它是靠螺行甲 然后退水 水退着船可以吸水 我们还可以装了一种特殊的副双支 比方说用脚膝棒 撞到上面以后 里面在瓦球的时候效率低 我用脚膝棒一变脚一变鞋 直接把它雾里就吸掉了 挖机一抓下去的时候 然后一下上来就特别震撼 非常震撼 觉得非常的刺激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 中国是一个大国 它是必需品 这个行业一直都掌握在国外品牌的手上 声音上面我们也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包括跟上面这个刀头刀碗的配合 这也是我们独有的专利 我们采用了就是镰刀的技术 刀碗装 大辣小小的这些 它是把它勾进去的 傻瓜踢都可以了 很方便 在水里面直接冲起 况且我们这个产品是IP7级的 放在1.5米深的地方 它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是真正是节能防保的铝电池 充电一小时 如果按照每天三分钟 可以使用60天 在三年我们希望能够 销售额上面能够突破10亿以上 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发 发明创造的品牌 谢谢大家